石门区风艺术营区不断为了推广风艺术文化而努力 发展多项以及多元化的造型风筝 引发民众对于风筝的兴趣 而因应近来被热议的剪香以及灭香的话题 风艺术营区首次融合宗教文化 将可爱的Q版神像画上风筝 让来到营区体验风筝文化的民众 可以自己选择心目中信仰的神尊 帮神像上色之后放上天空来祈福 把风筝的文化结合在宗教文化上 因为我们祈福风筝 也是古时候也是一种祈福的方式 我们是希望借由宗教的力量 把风筝的文化更可以在天空上飞翔 风艺术营区执行长表示 很多人不知道最早的风筝由来 其实就是为了祈福 因此融入宗教文化其实并不偶然 加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尊 自己的信仰神尊 因此推出超多款神明风筝 提供游客来选择 还可以透过自己彩绘 画出自己期待神尊的模样 对我们现在目前营区 今年才开创的 梦形祈福风筝 有可以风筝彩绘 结合在神明身上 让有喜欢自己的神像 可以把它结合在天空上放飞 不论是代表财源广进的财神 还是庇佑海上平安的妈祖 每尊神像都可爱又不失庄严 而风艺术营区执行长表示 想因环保 未来祈福风筝 也会进化成为可分解的环保材质 借此不论是剪香还是灭香 祈福风筝都是爱护地球的表现 加上保有虔诚的心 将愿力透过风筝线牵引传递 心中所想 以及所求终将会有所寄托 而实现之日 指日可待 记者 廖平函 石门 猜方报道